各位大家好 我是Howard 今天很荣幸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在Azure的Spring App上面 去快速的部署这位服务 我们是康格科技 我稍微简单简介一下 我们主要提供应用开发的设计服务 针对器用户自己有IT团队的 我们也去提供赋能他们在现代化应用开发的一些相关技能 最近这一两年其实开始有很多公司 其实早上我们团队 希望我们可以跟他们 跟我们共同合作 针对他们公司的单体式的应用 提供改造成微服务的设计架构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个人曾经经历过电信金融 以及制造这些产业 我从担任的角色 从开发工程师一路历练到架构师 那这几年我担任顾问的角色 那随着公司的发展 以及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 这几年其实我很常在两岸三地之间奔走 主要是服务我的客户 在帮他们建制这个现代化的应用 以及提供他们在数位转型上面的这个顾问服务 那我们也去enable我们的这个客户 他们的IT团队呢 在他们相关的技能 现代化应用开发的相关技能上面去enable他们 那我个人其实非常热衷于就是敏捷开发 以及去研究这个软体开发工程的这个实作的方式 所以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们在实物上常遇到在实际开发上面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怎么去解决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去讨论 我们先从微服务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这里开始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那大家今天会来参加这个场子 应该是对edra以及对微服务都有一些兴趣 那我们在一开始接触微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在开始做微服务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可能就遇到说 我怎么去切分我的服务 那当然这切分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 我们可以透过eventstorming去 把我们的服务找出来 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引用 行之多年的这个抗位定律 去找出我们的方法 那业务拆分是一种模式 那我们可以透过infa的角度来去 针对我们要的服务去做拆分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自动扩容的角度 或者是我们在部署的时候的需求 甚至呢我们可以依我们这个需求 变化的这个频率 这个频繁度来去把这个服务框起来 那在就是在划分完这个切这个服务之后呢 我们也会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针对这种分散式的这种交易 这种跨服务的这种系统 我们常遇到就是 分散式的这服务的交易的一致性 我们怎么去处理 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方面我们很有经验 通常呢我们可以去 其实我们可以去套用Saga的Pattern 来去处理这个一致性的问题 那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用 搭配BPM的工具来去处理这个交易自信 好那在我们实际开始开发微服务之后呢 我们其实会遇到一个很实物的问题 就是你服务一多之后 那你怎么去针对你的微服务去做管理 这是一个其实在实际系统上线之后 随着系统的增加 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管理的角度而言呢 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在学习微服务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我们作为一个微服务的开发者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学会 怎么用Events Domain去找出服务 它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方法论 那找出这个服务之后呢 我们怎么透过一些设计架构 来把我们这个服务塞进去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 套用测试驱动开发的方式呢 具体去开发我们的这个 找出来的目标的这个服务 那到此呢 其实是 我们已经可以具体的去开发我们服务 可是呢 我们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难题是 那我们 开发出来服务 我们怎么部署到我们的容器管理平台 所以这里其实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可以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 那我们公司目前在培养新人上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体认到就是 我今天要培养一个微服务的一个 从微服务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人 到让他可以去 开发完之后 自己去部署 其实这中间他的学习曲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以管理角度在看这件事情 那除了刚上述讲的这些以外呢 其实还有衍生 通常我们微服务都是跨团队的开发 那在这跨团队开发之 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兼顾我们的开发速度 团队之间怎么合作 那以及我们的服务一多之后呢 我们怎么去运用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一些工具 我们怎么做到自动测试 自动部署 那以及我们在服务一多之后呢 那我怎么确保 今天我服务跟服务之间不会互相影响 或怎么样不会改善坏 那当然这个 要怎么去透过一些测试方法 来去保护我们的开发品质 那以上这个是我们 其实很常会遇到一些 微服务实际上在遇到的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首先呢 我会介绍 我们Sprint的这个框架呢 它如何在我们刚刚 遇到这些主题里面 协助我们进行快速的这个开发 那以及 微软的这个A9平台呢 它怎么让我们可以快速的部署 那第二部分呢 我会用个实际的例子 来跟大家展示就是 我怎么在我地端测试建置完之后 快速的部署到我的云端上面 那第三部分 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我会跟大家现场展示一下 A9这个平台呢 它在实际上你上线之后呢 它怎么去满足维运人员 在实际上这个服务的监控 以及日志的这个发生问题的时候 日志查找这些功能 那我们就先开始来去 这是一份2021年的统计 那这份统计其实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 它去呈现出 Spring呢 作为Java的主流框架之一呢 有超过9%以上的人认为 其实 Spring呢 已经对他们现在目前Java的这种开发的生涯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的影响 然后 甚至有90%以上觉得 其实Spring是目前 他们觉得最有生产效率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 这是一份下载的统计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从2018年开始呢 一直到去年2021年 其实Spring的下载量整整增加了四倍 那这透露出什么讯息 它表示其实目前 Spring部其实它越来越受到重视 跟它的受欢迎的程度其实越来越高 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Spring跟Java之间 作为Java的主流框架 其实它已经 深深的就是影响到Java的一个生态 那我这里用一个例子就是 来跟大家就是介绍就是 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啊 应该还是有蛮多的系统 是停留在这个单体式系统嘛 那我用一个单体式系统 演变到 回服务架构的这个演变的过程 来去解释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会遇到的问题 以及Spring Cloud 怎么去提供服务解决 那我这里以一个 e-commerce就是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一个这个电商系统 来做介绍 那随着公司的发展呢 其实只要公司有盈利 然后这个核心系统呢 其实它会越来越复杂 然后需求会增加 它会越长越大 当它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那技术人员呢 可能就会试着 想要把它转成为服务 当然为服务的好处 我们在这边就不再多数 其实大家可以上网这里去找 应该有很多的题材 那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呢 其实怎么把我们的单体式系统呢 拆解成为服务 它有很多的方法论 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模式 是所谓的绞杀者模式 那透过这个绞杀者模式呢 我们可以去慢慢的 借由Events Domain这样的方式呢 去把我们的服务开始梳理出来 然后进行拆解 于是呢 这过程中 我们慢慢的会 从我们的电商的这个系统呢 去找出我们的 可能第一颗的服务 叫做客户服务 然后Events呢 就去找出 这个可能是财务的服务 慢慢的这样子 一颗一颗的把它剥离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其实到最后 会把我们的单体式系统 拆成一颗一颗一颗的服务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可能就可以开始去享受 微服务带来的部分好处 那当然 我们在享受微服务的部分好处之后 其实我们会开始去面临到 微服务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以这张图来讲 我们都知道 其实服务跟服务之间 其实常常必须要 彼此互相的调用 比如说 我的客户服务可能需要去 调用我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服务 那我的财务也需要去调用订单 那这个在我们开发上 其实常常会需要 你要知道说 这一个比如说 客户在call订单的时候 他需要知道订单的位置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服务一多的时候呢 那我是不是要去寄这些讯息 那这对开发其实是一种 不 made sense 的一种设计 于是呢 在多年前 Netflix跟Sprilion团队就开始合作 依照一个叫做Discovery Service 这样的一个pattern呢 打造出一个Eureka的服务 然后这服务最主要的目的呢 它就是在提供我们 为服务之间彼此在注册发现的 一个设计模式 主要就是它可以 让你各服务之间在调用的时候 透过这个Eureka 可以去知道彼此的位置 而不用去记它的IP 那这一个服务呢 多年以后呢 其实也在透过Sprilion团队 有在针对它做一些诱化 好 那在我们解决了这一个 服务跟服务之间 彼此调用的问题之后 接下来我们从这张图 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会发现 其实我的Client端 其实是可以直接调用到我的服务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开发上 其实我的Client需要知道 我的核心服务的位置 那这个其实在开发上 就有个问题 第二个它在资安上 它其实会很明显的 曝露出我的系统架构 给外界知道 那这也有资安上的议题 于是因为这样的议题呢 有一个模式叫做API Gateway 我们会希望可以把这些服务呢 透过这个Gateway的方式呢 统一集中 出入口在这个API Gateway 那这样子一来 我们也可以 针对这一个API Gateway 针对这些服务呢 我们有一个集中可以控管的地方 不论是Glog或者是 它的安控服务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 它也可以让我们的服务 封装在我们的内部系统内 不会让外界知道 好 那在拆解完这些服务之后呢 根据我们的单一原则嘛 我们可能接下来陆续会猜出 也许是我们的识别的 身份识别这样的服务 好 那到此呢 其实我们又可能会 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通常在开发的过程中呢 公司提供我们的环境 应该是至少两三个以上 那目前其实这张图里面 就有六个服务 那两三个环境 去乘上六个服务 其实它就有十七八种可能是 因为你人为的疏失 所以造成你在部署上 造成的一些问题 那Hiruku呢 在多年前 它提供了一个 叫做云原生的十二法则 这个十二法则里面 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 叫做Config Service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它其实他们主张 这个机制就在于说 它认为我们其实有很多 跟城市相关的一些设定档 那跟环境相关的一些设定档 它应该是伴随者的环境 绑在一起 而不是跟我的城市环绑在一起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来它可以减少我们人为的一些 附属的一些可能造成的疏失 第二个是 它也可以把一些敏感性的资讯 比如说我的帐篇 独立跟城市切开来 而不会让我的开发人员 直接碰到这些东西 那 其实微服务 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怎么查找 我们都知道现在 其实大部分的服务 其实都布在容器的管理平台上面 那根据它可能 这个容器有自动扩容 然后Auto Hearing这些功能 其实我的服务可能死掉之后会再长出来 可是这时候log 我可能不知道去哪里找 所以我会有一个统一集中收集这些log的地方 那这些log呢 可以让我 除了它可以统一收集我的log以外 它也会提供一个比较友善的界面 让我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去查找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集中收集log的一个机制 这样的需求存在 以上呢 其实大家可以介绍 大家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蛮标准的一个微服务的一个设计模型 那一般微服务大概都会需要这些的 大概就是会从这里去慢慢长大 那在刚刚那个模型底下呢 Spring呢提供了我们什么工具 让我们可以在开发上面更快速呢 Spring其实带来两个主要的主流的一个框架 叫做Spring Boot跟Spring Cloud 那它们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呢 首先呢 Spring Boot的设计目的 它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核心服务呢 统一呢 就是透由这个Spring Boot的这个主要框架去做开发 那至于非核心的业务的这些服务呢 由Spring Cloud来提供 那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其实我们再回来看刚刚那张图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会发现其实 我的非我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业务呢 其实我都会可以透过Spring Cloud来去 经由Spring Cloud提供这些框架来去做对应 那比如说我的API Gateway 那我不用自己去开发一个API Gateway 其实Spring Cloud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只要把这个套用这个API Gateway这样的一个框架的时候 我经由一些设定 甚至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客制化 就可以满足我在这个Gateway上面的需求 同样的Config 然后服务注册发现 这些都是 那我们的开发人员其实只要专注 透过Spring Boot去撰写我的核心业务逻辑就好 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一下Spring Cloud 这一个生态系的框架 对我们微服务的这些设计样式 资源程度到底有多少 那这张图呢是 那个Chris Richardson呢 这位软体界的大师 那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去归纳总结出 我们在微服务开发上面 比较常用到的一些设计样式 那这张图是从他的个人网站 MicroService.io上面去截取下来的 然后我把它截取下来之后呢 我又分别去对照 我们常用的这些服务呢 有哪些 其实目前Spring的框架有提供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一个 我们提到的Gateway Eureka Config以外呢 其实在我们微服务开发过程中 其实也有一些 其他的配等 他也提供了服务 比如说我们在跨服务之间 常常会做非同步的讯息交换 那这一块其实 Spring Cloud它有一个框架 叫Spring Cloud Stream 这里其实它就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让底下的Binder分别去 透过这样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Spring Boot的Ecluator呢 这个东西 它其实它具体的 它只要跟平台整合 它具体的提供了我的 应用的这个生命周期面 一些细部的一些监控 那我顺便再提一下 这个Spring Cloud的Country 我们都知道其实 我们在开发微服务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 是跨团队 比如说今天我有A服务跟B服务 其实常常是两个团队在做开发 那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其实很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常常我会需要等待跟依赖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 如果我A服务需要Count B服务 那我们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我需要等B服务 做好之后 我才能去做测试 这个其实在我们实际上 专案的开发上面 其实是比较没有效率的 那Spring Cloud就提供了一个解法 它提供了就是 当我们今天我的两个团队 A服务跟B服务之间 只要把他们的API的规格 定好之后呢 它提供了机制 让你可以在开发阶段呢 就针对我们要Count B服务进行测试 那这样的一个机制 其实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们在开发上的效率 好 那从刚刚的那个Spring的Cloud 对微服务的这些样式的 资源程度之后呢 那我们再回到这张图 实际上呢 当我们理解了这个 微服务的这个设计的框架之后呢 我们具体在实际上线的时候 其实会面临到更多 实物的问题 比如说 我需要有一个机制呢 可以针对我的密码 我的金钥 去做一个安全的控制 那这个其实通常需要平台的资源 以及我服务一多之后呢 我怎么利用自动化的这些工具 去帮我做测试 去做部署 这个其实不只是框架 其实实物上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好 那我们更进一步 当我们实际要部署的时候呢 我们的开发人员 其实在学会了这个 怎么把需求梳理出来 怎么去做开发 也学会这些开发技巧之后 我们接下来面临一个问题是 它要怎么步到这个容器管理平台上面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应该大部数的这个服务 其实都不在K8上面 那有步过K8你就知道 其实你需要学会一些 K8 Infra的一些know how 你才知道怎么去部署上去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每个开发者呢 真的需要去知道 K8的一些细节吗 难道我的开发者不能单纯的 就是只去专注在我的开发吗 那另外一个 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是 我也没有一个可能是 我可以去享受 我可以布在K8上面 用K8的好处 享受K8的这些优点 可是我却不用去学会 到底怎么去用K8 所以大概在四五年前呢 微软呢跟VN1呢 他们就共同合作 在微软的这一个Adria平台上面呢 打造了一个PaaS服务 叫做Adria Spring iOS 那一方面呢 整合了微软的这一个 它的这个平台的技术 以及VN1这边 对Spring Cloud的资源 它保证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很多Infa的一些 需要管理的部分 它由平台来帮你做保证 那你的开发人员呢 其实你只要依照它 快速简单的方式去做部署 甚至它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机制 针对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呢 去你的应用开发的 这个生命周期去做管理 那针对这个 我们的微软人员呢 它也提供了一系列完整 然后详细的一些监控以及 日志查找一些功能 确保你在上线的时候 可以及时的去监控你的 这个应用服务 那 其实这个Adria的Spring Boots 它主要分成两个版本 有分成一般版跟一个企业版 那这个企业版呢 在Spring Cloud的资源度上面 其实它有更多的资源 那当然微软也跟VNW共同保证 就是对于器用物 它其实有更多的support 那这一个 因为Adria Spring Boot 它是长在Adria上面 当然它对于自己 Adria的生态器的整合度 一定是相对的非常高 好 所以呢我们更进一步的 由架构面来去看这个平台 首先 这个平台它的底层也是K8S 那你可以看得出它有左右两边 那这两边分别什么意思 这两边其实分别就是不同的集群 那左边主要就是 它在存放你自己本身开发 你的核心的业务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用Spring Boot 开发的这个部分 那右边就是存放我们在 这个微服务的一些设计的样式里面 所需要资源的部分 比如像API Gateway Config Server 这些log 然后log追踪这些机制 其实就会放在右边这边为主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今天当你去在Adria平台上面 create一个Resource Group 建立一个Service之后呢 你其实上它底层会帮你 进了两个集群 就资料面而言呢 Adria它其实也提供了一个 很完善的这个资料库的选项 让你可以依你的需求 然后及时去Provision 你需要的这个资料库 那当然Storage跟暂存 这个它也针对自己的产品 它其实也有提供相当程度的资源 那另外针对Serv Party 在非同步的讯息交换这边 它其实也支援了像 比如说Conference 卡夫卡 它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另外当然针对我们的这个 比较敏感的这些密码资讯 或者是金钥 它也提供了一个叫做Keyboard的机制 去让你可以做针对这些的讯息 去做管控 那在监控方面呢 其实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主流的所有的那个监控的 这些工具跟平台 它都有资源 包括像Dynatrace Elastic Spunk 这些 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 你会发现 这是一张脉络图 基本上你开发了这个服务呢 部署到它平台上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会提供一个 就是各个服务之间 以及资料库之间的这个脉络图 来让你去清楚的一眼知道说 你目前部署服务之间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当好用 那对于身份识别方面呢 当然微软对自己的那个 AD server的整合度 当然就不用说了 那另外一个微服务 应该说云端平台跟微服务 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自动部署这一块 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 在这一块呢 我们用三个角度来去说明 分别是Provision Build跟Deploy 那在Provision方面 一样就是大厂的这些 主流的这些平台 其实它当然它也都 跟他们整得的非常好 那在我们开发 Java上面 常用的Maven跟Gradle呢 它也提供了Pri-In 来去做这个Build的动作 那在Deploy方面 主要的像Jenkins GitHub Action 这些其他都有做高度的整合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以开发者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开发者的ID工具 主流的这个Intellic-J Eclaris跟VS Code 其实Adroid它都有提供 相对应的这个整合在上面 好 刚刚是用架构跟一些整合的角度来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pring Cloud的支援程度 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有介绍过 Spring本身 它提供Spring Cloud的这些框架 其实对于我们在开发微服务上面 的这些设计模式的支援度 其实是非常的够的 那同样的 VNWay在跟微软合作的这个平台上面 它提供的目前提供的这个 它自己提供的这个Spring Cloud For Azure的这个版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主流 我们需要用到的这个Spring Cloud的框架 基本上它都有资源 而且这个资源程度呢 它每个月都在逐渐增加 所以呢 从以上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说 其实Spring呢 它提供的这个Spring Boot跟Spring Cloud 在我们微服务开发上面 其实真的可以加速我们快速的开发 以及我们这个Ageo平台呢 它其实已经高度整合了这个Spring的 这些家族的这些框架 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Ageo的这个平台呢 它对于开发者人员 其实它提供的一个便利性就是 它让你可以专注你的开发 而不用去学那些infa的一些know-how 然后可以让你快速的去部署 你的开发应用 可以快速的去看到你的开发成果 那对于微域人员来讲呢 它其实它提供了一系列完整的 包括效能监控 日子查找 以及服务跟服务之间追踪的一些工具 让你在实际上线的时候 你在发生问题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排除 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去监控 你应用开发的一些 它的一些效能状况 当然对于管理者来讲呢 Ageo Spring Apps 它提供的不只是K8的好处 但是它也帮你节省了 我们在使用K8上面 所需要负担的这个Major Node的成本 另外 全世界有60几个region 它提供了非常高可用这样的服务 让你们可以安心的去使用 那在介绍完这个 Spring以及Ageo之后呢 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去让大家体验一下 就是我在我的地端开发测试之后呢 那我怎么快速的部署再到这个平台 我这边呢 会用动物医院的这样的一个范例 来去跟大家做展示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用Spring的话 其实这个动物医院是Spring 蛮长的拿来做一个范例 来介绍它新的一些feature 跟验证使用 那在这一个展示过程中呢 我会去示范说 首先我会去部署我的微服务 到这个微软这个平台 那里面呢 我会去套用这个Spring Cloud的这个机制 包括像Config Server Discovery Service 那我会去展示它上去之后 怎么去做end-to-end的一个tracing 那当然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我也会示范就是 其实我们已经整合 就是怎么从我们的Github 快速的卡密之后 它自动去发动 然后自动部署到 我们的这个Adroid平台上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物医院的架构 各位如果眼尖一点会发现 其实它也是一个 蛮标准的一个 我们微服务设计的一个框架 所以它一样它也套用了 这个API Gateway这样的一个pattern 然后以及去使用Config Server Eureka Service这样的 我们在微服务常用的一些设计样式 那它的核心服务呢 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Customer Service Vace跟Vilice 这三个服务 那这个例子呢 它本身还有另外去 Color一个Springboot的一个admin 去看它目前Springboot的 这些应用的状况 那我们在资料库方面是 刚有提到其实是用Ageure的那个 MySQL 然后我们也用了keyboard Ageure的keyboard来去 针对我们的敏感性资料去做管理 那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我也会待会跟大家demo一下 在实际的效能 以及日识查找方面的 一些monitoring的一些状况 那我会用一个 就是我会整合那个GitHub 来去做这个自动化部署的 这样一个工作 好 那我这里可能就要切完 因为实际上呢 我们有测试过 我们从无到有呢 建置部署一个 Ageure Spring Apps的服务呢 其实大概需要可能大概40分钟 那在我们今天其实会来不及 那所以我们先预录了一些影片 然后用影片来去说明 就是我们这个过程中做哪些事情 首先呢 首先呢我们会利用Maven来去 进行对我们的那个应用的进行测试跟建置 那这是我们 其实我们 这也是我们一个 在建置之前蛮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先进行测试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在 我们在使用 这一个 Ageure服务的时候 首先呢 我们通常必须 Create一个Resource Group 来去 放我们需要 相关的一些应用服务跟相关的一些 包括资料库跟Keyboard这些设定 所以我们 第一步我们现在要先去Create一个 Keyboard这样的一个 Resource Group这样的一个 服务 先去回到这边来 其实 我们回到这边来看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个服务其实主要有 应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 Deport一个 我们的一个核心服务其实它有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在建立完这个Resource Group之后我们要Create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主要就是用 来存放 我们所有的这些核心服务的地方 那第1步我们 接下来我们就是会先来去建立这个Create这个Service 然后再来去Create这个我们的服务的框架 好吗 我觉得我们在跟这个智能操作的顶务好方的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建立的地方 那边有个自由的地方 能够 我剛不小心把那個關掉了 我現在把它打開 這個步驟就是跟大家示範 就是我怎麼去create一個就是透過這樣的指令去create 一個Ager的Service 你會看到這過程中他也會create這個Application Insight 這個Insight其實就是拿來作為我們後面在效能監控上面的一個常用的一個應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去create 就是我們先來去用 VNWA跟微軟合作的這個 他提供這個Spring Cloud服務裡面的這個Config Service 那我們其實我們只要透過一個簡單的指令去create這個Config Server 我們就可以去直接用這樣的一個Config的服務 其實給大家看到 其實我從頭到尾 如果時間來的話 其實我是可以用CRL去DEMO給大家看 他其實只要透過他的指令 都可以去 在Ager平台上面去建立這樣的一個服務 當我們建立完之後你就會看到其實在我們這一個 在我們建立的這個Resource Group底下 這個Resource底下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其實多了一個Config Server 在這裡 我們其實目前是 把我們的設定檔 統一放到這個Github這邊 那這邊其實 也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 去 我們目標的profile 其實就是針對我們現在的這個 Cloud這個MySQL去做 這個Config這個設定 那 大家可以發現其實我今天我要去調用這個 Config Server的時候 其實我只要一個指令 然後把我的目標的這個 要放的這個位置 告訴他其實 那我實際上我的程式在部署的時候 他就會去讀取 這樣的一個設定檔 那我們也不用寫什麼程式 那這個是 Config Server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就是 我們要開始來去部署 就是我們的 核心的應用 那我特別講一下這個API Gateway 這個API Gateway的版本 目前在一般用戶是沒有提供的 他 Venway其實他有跟 他已經把這個Spring Cloud的這個API Gateway 其實已經整到 我們的這個 平台 但是這個版本目前是只有 Full Enterprise使用 那今天因為我的demo是用 一般用戶的身份 所以 我們其實會自己部署 一個API Gateway這樣的服務上去 那其他四個就是分別是我們的核心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一樣 我其實可以透過Commandline 一次就去把這些服務 建立起來 其實最花時間就在這邊 這邊其實我們已經預先錄影了 讓大家體驗一下 我們怎麼透過Commandline 去把這些服務建立起來 然後到時候我們怎麼去做部署 其實這步驟主要是在 類似建立一個 就是這個服務的這個 本身這個服務的這個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依序其實會慢慢把我們 剛剛下的這個指令的 這目標的這五個服務的依序的建立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他慢慢的在把我們服務建立 但實際上其實在實際的這個 建立這服務的過程中其實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針對影片有做過一些快轉的 這個 設定 當我們建立完服務之後 你就會發現 在我們的這一個 在我們的這個Service底下 他就分別幫我們去 Create這五個服務 我們目前為止其實還沒有部署 我們只是先把這個服務的框給 設定好而已 那 接下來有可能講快一點就是 那接下來我們會 透過 這個我就不demo 就是我們會透過 就是 我們會去調用這個 Ager的這個MySQL 那一樣 我們其實 一樣可以透過comment line 然後 設定我們需要這個skill 去 Provision這樣的一個 MySQL的服務 那 Create完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在 我當初設定的是在日本 那我們就會發現他已經幫我們把這個MySQL部分給 建立好 那 接下來其實就是 我們在建立完MySQL之後我在部署上去的時候實際上殘忍ROM 那 這個時候我才要開始進行部署 就是把我們其實開發好的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指令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去指定你的服務名稱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先去Create的服務名稱 他要去指定說你要部署到哪一個服務裡面 然後 哪個resource group 以及告訴他你的 目前的Jar檔在哪裡 然後 給一些Jar檔的參數就可以進行設定 那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 我們其實從頭到尾 我們並不是po一個image 我們其實只是部署一個Jar上去而已 那我們部署完之後呢 其實你就會發現 在我的右手邊 如果我們一開始只是 就是把這個 應用服務呢 把它設定好之後 其實右邊resource 這個status是0 當我們實際上部署之後 他就會 這邊就會變成1 好 部署完之後我們就可以 我們可以透過API給我這邊有提供一個連結 可以去針對我們 動物醫院的這個應用 進行測試 特別介紹一下這個指令就是 其實這個指令有點像是 Dark的 TraceLog的一個指令 那 我個人的習慣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查找問題的時候 其實 我比較喜歡在 我的 Council裡面去針對我的這個服務 去做 Tracing 那其實 這個 Adria的 Cli 其實他很貼心的提供這樣的一個對應的指令 那我們可以直接去 針對我們服務去做 這個Log的這個 Tail 那 接下來就是 這個 對 那我現場 展示一下就是在 Monitor的部分 我們可以其實清楚看到就是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其實 我們透過這個 Adria提供的服務呢我們其實 可以一眼的就看出我們部署的服務跟 跟我們的 相關的這些應用之間的一個 脈絡關係 從這裡其實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提的其實他 讓我們對我們的服務之間脈絡其實更容易的掌握 好 那 這個是 在 即時的 在 應該不是即時 這個是在效能監控上面呢 他提供了 其實蠻完整的圖表 讓 我們的維運人員其實可以在我們的效能監控上面呢 及時的去 收集這些資訊 那針對這一塊的其實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細一點的來看說 他其實可以查到很多訊息 比如說 他可以去知道就是 我 西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訊息 他可以進一步的去看他的detail 那其實可以去知道他的一些更細的一些訊息 那 在於就是這個 錯誤的 這個紀錄方面其實他也提供一個很完整的界面 那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目前 其實沒有看到這界面之前 我會以為其實我部署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實際上你會發現其實他或多少還是會有一些 錯誤產生 提供一個很完整的界面 你可以針對這個 錯誤去做 追蹤 我這邊特別介紹的功能就是 其實 這個 Spring A9的Spring Boot Apps這個平台 其實他跟Spring有做高度的整合 他可以利用一些 Spring提供的框架來去 針對他服務 你要指定的一些東西做特定的追蹤 比如說 他除了我們可以去追蹤我們一般常用的一些 包括 HTB的Request 然後 Connection這些以外 有時候我們可能 針對我們開發的服務 的 API的Entry 我需要更做更細部的追蹤 其實他這邊也提供這樣的功能 是比如說像 這個 像這個 Petclink的 Owner 這個就是其實我們在Core裡面 買一段 利用 Micrometer這樣的一個框架 跟 A9這個平台 其實有做一個整合 所以我們可以去追蹤到 目前 這一個 就是這個服務裡面 他的 目前的狀況 好 好 針對Log的部分 其實他也提供一個類似 CQL這樣的指令 有點類似CQL 類似CQL這樣的指令 那我們可以針對我們要的部分去做搜尋 比如說我要找找Arrow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下這個指令 他可以以表格的方式去做呈現 同時 他這邊其實做的很友善 他甚至可以 我們在維運人員 其實有時候需要做一些報表 他甚至可以用圖表的方式去呈現 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這些其實就是我們在這個 Adrian的Spring App上面提供的這些監工能 當然他的監工能不只這些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只能做部分的demo 最後我再跟大家demo一下就是 他也可以其實 他也可以跟你的Github做 透過Github的A-sign 去做自動的部署到我們的 Adrian Spring App平臺上面 當你CAMICode之後 其實他就會幫你做自動的測試跟部署 那以上是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 怎麼樣快速的在 Adrian Spring App上面做微服務的部署 去做個 去做自動的 小小小小小小的 線 感谢观看